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今天给您介绍一个储字,铁储磨成针的储。 储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储三生储,吃无储三生储。 储是古时候一种充米用的工具,是以质地坚硬的木头削成上边细下边粗的样子。 不过仅有储还是无法充米的,必须有一个中间凹下去的东西来接受储的冲击才能够除去稻谷的外壳。 如易经细词当中就说,断木为储,掘地为旧。 可见储跟旧是必须一起使用的。 储在山地像台湾日月坛附近的山包仍然保留了这种工具之外,在其他的地方已经不容易看到了。 山包们一面用储来充米,一面配合着充米的动作以歌声互相唱和,所唱的歌就叫做储歌。 储旧交这句话出自后汉书吴又传,是指人结交朋友不嫌贫贱。 储旧关节是生理学名词,可以使骨与骨之间的分离连接,如同储跟旧一样套合在一起。 储也指像储一样形状的兵器。 书经上记载说,血流飘储,其中的储指的就是兵器。 以前洗衣服时,用来垂衣服的木棒,人们也管它叫储。 如梦交的文真诗,储声不畏刻,刻文法字白。 剧中所说的储声,是用储垂洗衣服所发出的声音。 全句的意思是说,河边传来生生叫人引起相思的用储垂洗衣服的声音。 那储声并不是为了流浪人所敲打,但是流浪人听了便不禁思乡,而烦恼的头发也白了。 另外,凡是像储一样用来捣碎东西的工具,都可以叫做储。 像中药店里用来捣药的,就叫做药储。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储字平常并不多见,念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念成了五或柱。 如铁储磨成针,如果念成铁柱磨成针,这就不对了。 今天节目就介绍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做药。